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解说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美国三家银行倒闭了 为什么还没有引发金融危机 相信各位一定最近从各大媒体和报纸上都看到了 美国又有一家银行出事了 这次是一家叫做第一共和的相对的社区银行 它也是宣布被美国的监管机构所托管 这也是继硅谷银行和Silvergate之后 另一家出现问题的美国银行 大家看到这样的新闻一定是有一个想法 就是美国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要来了呢 今天我跟大家简单回答一下这些问题 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虽然三家银行是出现了问题 甚至有可能未来还会有其他银行出现问题 但是到目前为止 三家银行的大部分储户的钱并没有丢失 美国的监管机构在出了问题之后 都是第一时间安排其他银行 或者干脆是自己来提供担保 来保护储户的存钱 因此到目前为止 虽然还时不时经常会有一个新的银行出现小的问题 或者是干脆就是被托管 但是呢 不论是股市还是债券市场 目前都没有出现太大的震荡 也就是下跌 也没有呢 我们说股民也好 或者是债主 并没有出现恐慌性的抛售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除了美国的监管机构快速出手 搞定了这个善后事情以外 更加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其实市场上大家都知道 这几次银行出现问题 很大程度上不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相比于2008年 有根本性的不同 就是这次几家银行出现问题 主要是因为购买了大量美联储 在两三年之前发行的低息货币 那么和硅谷银行类似的是呢 很多小银行在2020到2022年之间 购买了很多大量当时美元 几乎是零利率发行的货币 当时是为了救市 但是没想到美联储在2022年开始 快速加息 使得这些低息的国债呢 在市场上价格快速下跌 轻的跌了3%到5% 多的呢 到了7至9% 那么每一家小银行 至少买了几百亿 那么他就要亏损 至少是几亿 甚至于几十亿 有的大的银行 如果买了上千亿的国债的话呢 他们可能到目前为止会亏上百亿 那么为什么每次出事的是这些小银行 难道像花旗啊 像摩根斯坦利啊 或者说美国银行 他们难道没有买吗 当然了 他们肯定也是买了这些国债 而且一定买了更多 但是因为他们有其他资产 是可以流通和变现 就是说家底比较厚 所以呢 并不着急要马上出手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分析到的 硅谷银行的文章一样 这些目前是亏钱的国债 只要你不对换 只要你能够硬扛 扛到他到期 那就可以呢 百分之百的赎回票面价值 可能还有那么一丢丢的利息 所以对于大银行来说 就当是买了一个垃圾股 被套牢了几年 暂时不能割肉 但只要是之后利息下降 这些手里的国债价值 它就能回升 那么最差情况呢 就是扛五年 或者扛十年 直到这些国债到期 就可以拿回票面价值 当然可惜的是呢 大银行花旗摩根 他钱多家底后可以银行 但是像小银行 硅谷啊 Silvergate 包括这个第一共和 他们没有太多的现金 没有太多的现金流 所以如果一旦储户要提现 大量提现 那么他们别无选择 只能通过变卖 现在手里的流动资产 来兑付提款 这时一旦现金流断了 或者是亏损太大 他们就没辙了 所以呢 之前三家银行倒闭 或者被接管的最大原因 并不是因为他们说 什么内部腐败啊 或者是投资失败啊 恰恰相反 正是因为呢 美国所有的银行 都被美联储在鼓励下 购买了大量的低息国债 而目前的高利息环境 又让这些国债的价值 出现了巨大的下跌 所以当这些银行扛不住 不得不割肉来兑换的时候 就会出现问题 但是只要你不卖 只要硬扛到它到期 其实呢就没事 所以啊 这三家银行 甚至于未来的这些银行 本质上出现问题 是一个时间差的问题 只要有监管和大银行兜底 其用其他的资产来 顶住现在的取款压力 那么剩下的这些国债 只要撑到到期 危机就解除了 它并不像2008年那样 本质上其实有大量贷款的时候 是还款人 它根本就无力还款 本身就是一个还不出来的钱 所以问题是完全不一样 那到目前为止 美国已经有三家小银行出了问题 澳洲是不是也会布它的后尘呢 答案 虽说不能保证百分之百 但是应该说基本上可能性很小 首先我们知道 澳洲现有的银行品牌 本身就很少 除了最大的那几家银行之外 像美国就连花旗银行 都放弃了澳洲的零售银行业务 在澳洲还有分行做零售业务的 几乎很少 数的出来就那么几个 比如说欧洲的最著名的 汇丰银行 中国的中银 就连欧洲英国最大的 比如说扎打银行 巴黎银行 或者瑞士联合银行 他们都不做零售业务 因为就是觉得不赚钱 所以澳洲其实并没有太多 美国这样的小的社区银行 也许会有很多的credit union 我们中文翻译过来 叫信用合作社 但是他们大部分 是不可能大量持有美债 也不可能持有太多的澳洲国债 所以这些小机构 并不会因为利息太高 而导致手里资产高速贬值 所带来对付危机 那么相反呢 我反复强调 今天再强调一次 就是澳洲和其他的欧美国家 相比最大的一个不同 就是它依然是一个移民大国 现在就连美国 基本上已经关闭了移民这个口 除非你超级有钱或者超级有才华 才能够移民美国 但是澳洲相对来说呢 在发达国家中的移民条件 还是较为宽松的 当然比以前要紧多了 但是还跟美国相比 跟英国相比还是宽松的 更重要的是它的土地很大 因此它留给移民的空间 有很多的灵活空间 换句话说 像今年如果经济不好了 澳洲决定就把移民的总数 从过去比如说10万加到20万 不够了再从20万加到30万 这多出来的这10万20万移民 可以轻松的抵消掉之前 因为这个消费不够啊 房地产下滑等等 一下子就可以一笔把它带过 或者说一次性把它拉起来 所以由于这个移民的增加 能够带动消费 带动地产 带动就学 带动所有的一切 就是白白的从天而降的 增加了无数的消费 和我们说的这个需求端 所以说在高利息时代的话呢 银行它本身就有很大的盈利空间 这个时候如果 因为移民数量的大幅增加 使得澳洲的地产 也能够提前恢复的话 那么澳洲的银行板块 在我看来 在未来的6到12个月 绝对就是要阴麻了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 记得三连关注 我是Mike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